主料,牛肉100克,辅量,椰菜卷新菜4片,洋葱12个,红萝卜半条,葱一条,烙抽12糖匙,生抽1汤匙,香油少许,植物油,料90毫升,糖3克,盐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牛肉用生抽和糖匀,腌制15分钟后,锅里放水,烧开,加少许油, 然后加入一粉煮溜到7分钟,盛出,冲冷水后,沥干水,备用,在煮一粉的同时,将椰菜,洋葱和红萝卜洗干净,分别切成丝,葱切成段,锅里放大火烧热,放牛肉,快速炒至切成熟,盛出,锅里重新放油,烧热,下椰菜丝,洋葱丝和红萝卜丝炒至半熟,倒入一粉,炒均匀, 放生抽调味,炒匀,再放老抽翻炒均匀,下锅打刺,等牛肉,炒匀,加入葱段,炒均匀后,撒料酒,淋香油,即可上碟,烹饪技巧,一分煮的时间,最好是比包装上要求的时间少煮一到两分钟,因为还要再炒,所以时间不宜太久,否则不够弹牙,不好吃 二,一分煮过以后,一定要用冷水来冲,冲完以后要沥干水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